好,大家好,我是花蓮縣交易網路中心的邱文勝老師 那我們今天來介紹這個7697 它的操作的寫程式的環境 我們把它叫做Broccoli Duino 這個是它的程式介面的長相 基本上跟Broccoli幾乎是完全一樣的 因為早期比較複雜 早期它在第二版的時候 第二版的時候稍微比較複雜 就是我們在使用7697之前 以前還要安裝IDE 然後在IDE裡面要把韓式庫給在裡面裝好 裝好之後呢 還要去設定Broccoli Duino的連結 那是有點麻煩,早期 最近它已經把7月 就是這個月了 最近已經把第三版推出來 第三版有一個很大很大的好處 它把Arduino的ID整合包在Broccoli Duino裡面 而且它把所有的韓式庫 全部都放進去了 而且它也把我們一般常用外面買得到的Arduino的一些感測器 它把它放進來 所以我簡單的這麼說 以前那些很麻煩的上課準備 現在通通不要 現在只需要你把它這個程式下載回來 打開就立即可以使用 打開就立即可以使用 那麼所以我們就直接開始囉 首先各位要到這個網站下載 那這個網站在哪裡呢 各位可以直接到我的網站 所以請各位到Google 打邱文勝 邱文勝 那你會找到我的網站 文勝老師的創意天空製造者時代 然後我都會 我把我連結 把聯發科連結擺在這個地方 在一堆影片的下面 這裡有一個聯發科7697的專區 那官方的學習網站在這邊 事實上裡面提供了非常多的學習的內容 那我們要下載Broccoli Duino 3 請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Broccoli Duino 2跟3版的比較 點一下 然後在這個比較表裡面 在比較表裡面 這邊有一個第三版的下載連結 那所以請各位點進來 點進來之後這邊就會出現 這上面兩個檔案 一個是32位元的 一個是64位元的 那要看你的作業系統 那我們現在其實大部分 都是用64位元的 那所以就請你把它點一下 下載回來就可以 好 那因為我這邊已經下載過了 我就不再下載 好那下載回來的檔案呢 在這個地方 下載回來的檔案內建 一般我們電腦是在這個地方 好那這裡有64位元的 那請各位 請各位把它放到 放到低疊的根目錄去做解壓縮 好那因為我這邊沒有低疊 所以我再吸疊的temp 好我丟在這邊解壓縮 好所以各位把它丟在這邊 然後呢請你直接按右鍵 7dip解壓縮 好那為什麼要解在這裡 要提醒各位注意就是 因為他待會在編輯程式的時候 他會習慣 Arduino在上傳之前 他會習慣在你的使用者的文件的地方 建一個資料夾 然後做一些編譯的動作 寫入一些資料 那如果你的使用者名稱是中文的話 那資料的上傳會出現一些問題 所以建議各位把解壓縮的資料夾 直接擺在低疊或吸疊的一個目錄下面 最好不要有中文的名稱 不要有中文的名稱 所以你就直接解在跟目錄下面會比較OK 那一般吸疊都是放系統 所以建議各位不要放吸疊 那是因為我這台電腦 他沒有低疊 那所以我放在吸疊的TEMP的目錄底下去解 好那麼在解的同時呢 解的同時麻煩各位 就是把你的板子拿出來 有沒有扣充板都沒關係 你把電源給接上去 那USB接上去之後呢 你的你的板子的驅動程式 其實他電腦自己會去抓到 他用的是CP2102的驅動程式 那如果你沒有抓到板子 那請你你就再去聯發科的網站 去下載驅動程式就可以了 好那所以如果你抓到驅動程式之後呢 通常我們在電腦本機 在硬體的裝置管理員裡面 就會看到你的板子 好裝置管理員裡面 好這邊連接部這裡 會出現一個CP210X USB 然後這邊會有一個 看多少的 看3然後看4 每個人的電腦都可能不大一樣 那Silicon的Lab 這一個東西 這一個就是你的7697的板子 如果這邊出現驅探號跟問號呢 代表你驅動程式沒抓到 那就麻煩你再上網去抓 上網去抓 好 那抓好之後呢 你解壓縮之後 其實剛剛那個步驟其實也不太需要看 你就點進來你剛剛解好的資料夾 直接使用blocklyduino就可以了 那完全不用安裝任何其他的東西 所以你其實可以把這個資料夾放在隨身碟 直接帶著走 到處都可以用 到處都可以用 不用像以前 要先安裝Library 要設關聯等等 那麼他的用法也很簡單 當我們直接執行blocklyduino的時候 他就會出現blocklyduino的視窗 然後在右上角這邊 他就會去找他的連接鋪 通常他會 裡面點出來之後 這裡就會有一個 除了CAM1、CAM2之外 他就會出現你的那個連接鋪 所以其實也不用記那個連接鋪 那這樣就是有連接到 那就可以開始寫程式了 他的使用方法就是這麼簡單 不用安裝任何其他的東西 只要下載這一支程式 解開來直接可以用 因為他把Arduino都全部都包在裡面 這是他的軟體的使用 讓他去找到 那是什麼 好嗎 他也會來找到